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國名人以及演藝圈 造成更大規模的傳染 因為近期十分活躍的他 不但上週 才出現英國威廉王子 所創設的修復地球獎 除了參與演出 還沒戴口罩 和威廉王子及凱特王妃對話 所外紅髮艾德 還曾在十二號 擔任搖滾天團CALL PLAY 倫敦演唱會的嘉賓 雙方近距離童台演唱 同樣也沒戴口罩 還能童台演出的嘉賓歌手 確診風險倍增 我認為穿衣服 我認為不會有問題 但是我知道很多年齡者 我年紀會不會很喜歡 紅髮艾德先前 雖然支持疫苗接種 但並會透露自己 是否已經失大 如今染疫也凸顯英國 疫情回溫 就算疫苗失大兩劑的人口數 超過百分之六十六 過去一週還是有超過 33萬人染疫 也前一週增加15% 創下近三個月以來的新高 只不過英國首相並不打算 恢復相關防疫限制 堅持貫徹與病毒共存的決心 面對新冠病毒威脅 英國民眾只能自求多福 三尼新聞 威仁俊報導